上次课我们讲了 怎么用使用向导来引入项目 以及通过向导来创建模块 那么我们继续讲 怎么把Eclipse项目导入到Android Studio中 如果有一些老项目是用Eclipse开发的 这时候你想把它引入到我们的Android Studio里面来 这时你可以在菜单 New Import Project这里 点击它 然后选中你的Eclipse项目的一个目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选中的ZTQ 很明显的是一个Eclipse的一个项目 对吧 选中它之后 然后确定 好这里它会问导到哪一个目录 这里要说明的是 它从Eclipse导项目过来 它会把你的项目重新复制一份 按照这个Android Studio的新的一个项目结构 重新复制一份过来 所以说这里不能选择和Eclipse项目相同的地方 好这里我们选择这个 选择一个路径 好点下一步 好这里有一些比较长的一些文字啊 因为好的同学可以自己去阅读一下 我这里简单说一下 它因为是刚刚也提到了 Android Studio的项目的结构和Eclipse的项目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它这里会问几些问题 比如你在Eclipse中原来引入的一些Lab库 怎么处理呢 原来是一般都是引用价包 对吧 那这里呢 会改成一个依赖关系 叫Dependence 我在后面给大家讲Grand的时候 给大家提到 那同样的 如果你原来在Eclipse中会有一些 引用的一些内裤 对吧 那么到这边之后 也是会换成这个Dependence 如果它能够找到一些圆的话 对吧 这就是这两个选项 默认情况下 大家都勾上 问题不大 然后最后一个选项呢 是一个模块来命名风格的问题 如果是Grand style呢 它是首字母小写 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小写的 好 这里我们都采用默认值 直接点击非你洗掉 好 这里它首先会生成一个这个导入报告 这导入报告呢 它会提醒你啊 以下的这些文件 它没有拷贝过来 因为它是属于工程以外的 所以说 如果是说你在里面发现 有些比较重要的文档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些Document 那么框架命名规范 这是属于它项目外的一些文档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手动的 把它从原来Eclipse的工程 拷贝到这个Android Studio中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些刚刚说到的一些依赖项 好 比如说这一个Android Studio 威斯包 原来我们引入的威斯包 是直接一个架文件 Nibble中的一个架文件 那么换到Android Studio中之后呢 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个架文件了 我们只需要一个什么呢 一个支付串来标明 我是用Support Waste包的哪个版本 它会自动的去相应的服务器上去给你下载 这就很方便我们去做一个动态的更新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拷贝过来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目录结构呢 这就是Android Studio导入Eclipse工程之后 生成的一个目录 一个结构 好 我们一个个来过一下 这个目录是怎么一个生成的 我们可以对照着这个模块 我们首先讲一下 我们原来的工程 是有两个projector 在Eclipse中 一个是酷工程 就是这个framework 另外一个是我的主工程 我这个主工程 是依赖于这个framework 做一些事情 那么导入过来之后呢 就把原来的两个projector 就变成了我这里两个module 那它相应的会在这个导入目录下面 我会生成两个目录 第一个大家看一下 这目录是appfrom 表示是第一个module 对吧 然后这个ztq开头的 那么就是第二个模块 对吧 好 这没有问题 然后这里要注意的是 它又引入了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这两个grando是一个工程文件 我们这因为它是点文件 我们可以先不管 它是有系统自动处理的 然后这是一个grando文件 前面已经提到了 这个android stadio 它是默认是采用grando的方式来 进编写的 它这里android stadio 自动为我们生成了一个grando脚本 好 这是刚刚的一个导入报告 然后这个是你的sdk的一个路径 这是你的一个设置 这个设置呢 就告诉这个android stadio 你这个整个一个目录 整个一个项目里面包含几个模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就很明显的可以知道 它包含了appframework 然后还有zgq的这么一个项目 好 这就是它的一个项目结构 那同样的 我们点击每一个模块 我们知道在以前Eclipse中 每一个模块下面就是 src lab res 我在这里呢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这里和之前Eclipse不一样的是 它这里是把lab和src 区分开了 然后呢 这个lab是我们引用的酷 那么这sr呢 我们点去看一下 它这里有一个main main才是我们最主要的 一个项目的所有原代码都在这 我这里指的原代码 并不是纯加把文件 还包括一些自愿文件 我们的layout的鞋 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原代码 对吧 所以它都放在这个地方来 然后就是和之前的是不一样的 大家注意啊 以前的sr下面是纯java的文件 现在的sr下面多了一个main下面才的java 才是我们原来的sr 好 java下面的是一些都是代码 然后这个is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大家注意就是这里点一点区别 这个区别呢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从这个点击这个project 这project的它的视图类似于就是在资源管理器所看到的一个视图 然后把它展开 好 这是刚刚提到的 这里两个模块 它用初题表示 大家注意到没有啊 同样的在前面 它是有一个图标和其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告诉你这是两个模块 然后大家注意啊 这个蓝色的这个文件夹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它是一个source folder 它是一个可以编译的java目录 然后我要提到的是这个Android Studio 它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说它和Android集合的最紧密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它这里专门有个视图叫Android 这个Android视图呢 它是把与Android无关的其他文件给过滤掉 这里只关注集中在我的原文件 我的layout 我的资源文件等等 这上面以及我的编译脚本 它这里面出现的就只有这几样的东西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目录可以看一下 首先它把这个Manifest给提出来了 就是我们很容易的就直接找到这个Manifest 就不管你这Manifest放在哪个目录下面 它都是很清晰的在告诉你 这个是Manifest 好 然后除了这个Manifest呢 那同样的原代码也在这儿 可以很直观的直接出来啊 这是java原代码啊 最重要的 我现在要讲到的是 也就是最一个突出的一个改进 Android Studio优于Eclipse的地方就在于它对资源的城市 做了一个集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IS可以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一个文件后面 它是不是就已经标了这个HDPI的 它表示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它是存在HDPI这个目录下的 如果是说我们每个目录下 比如说 Node DPI HDPI XHDPI 它都有的目录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文件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启动图标 我们通常的用程序图标的命名 对吧 然后它这里后面标了一个4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它是在四个目录里面都放着这个文件 然后这里你可以很轻松的双击它 然后点击 这是非常让我们好管理我们的一个图标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知道 每一个图标 它缺少在哪个DPI上缺少哪个资源 或者是说哪些 DPI下有哪些图标 都很明确的可以告诉我们 这是它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那同样对于layout 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这里只有一个layout 所以它不明显 如果是说 你在layout 还有横屏 竖屏 等等 它这里同样的也会给你显示出来 比如说这个style style也一样 它这里有三个 代表我有 在三个目录下都带有style 哪三个目录呢 就是values 对吧 然后values下面的什么 -11 对吧 就是这个 表示我这个文件 是在values-11 下面的 这样子你就很方便的去维护 你不同版本下面的文件 这是十分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改进 好 再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编译脚本 我们这个Android Studio 是用ground来编译的 我们后面再给它介绍 这个几个编译脚本之间 的一个含义 然后除了这个仕途之外呢 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常用的 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边 这里有一个terminal 就是我们的中端 比如说 我其实呢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脚本了 对吧 我和很方便的 就通过命令行的方式 也可以去编译它 比如说 我可以在这里 点击ground build 好 它就会自动的去 编译这个项目 好 这个message呢 是我就是编译时 产生的一些信息 它会放在这个message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你有 如果有编译错误 它会在这里给你显示出来 这个安卓的窗口 就类似于我们之前的DDMS 它包含了很多内容 我这里可以稍微提点一下 它包含了很多内容 比如说最突出的 就这个刷刷的一个日志 Nogcat的显示 然后呢 还有截图 以及这个屏幕录像 好 这是这个Android Studio的 一个精华部分 它能够档谱一些 系统的一些信息 我们后面再说 在讲调试的时候 我给大家会详细的 再讲这个试图 好 这上面那些命令 好像工具栏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 发掘一下 其实很简单 好 顶上的菜单呢 也顺道给大家过一下 第一个Fill呢 主要就是说 兴建和导渡工程 那这里比较重要的一个呢 是它的一个设置 是放在这个里面的 一般情况下 在Eclipse里面的设置 是放在Windows下的 对吧 这里的是不一样 大家注意 找设置要在这个地方找 Setting Editor呢 主要是那些拷贝粘贴 查找方向的东西 都在这 比如说 这里 大消息转换 点一下 变小写 再点一下呢 变大写 这个是对我们 并定常量是有帮助的 其他的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 发掘一下 试图呢 这里可以看一下 试图呢 它这里很多 然后呢 说几个比较常用的呢 就是这个 快速文档 比如说我要查一个 API怎么使用的 然后我可以按 Ctrl-Q 然后它会出一个 快速的一个文档出来 一些GPI的一些参数的使用 你可以从这里去查阅到 其他的 大家可以自己一个去试 这里就不在这里去重复 讲这些东西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Anonize 这个是Eclipse里面没有的 或者说Eclipse需要插件来实现的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是可以 特别是这个InspectCode 它会进行 对代码进行一个静态扫描 让你发现一些潜在的一些错误 好 比如说我现在去扫描一下 我们就扫一个 它会首先扫AndroidLint AndroidLint也是一个检查工具 好 然后它就分析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 比如说这个GradleDraw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人使用 就它本地这里调用了 它就觉得那是可以改为Private 就是可以更严格的控制你的权限 然后比如还有呢 好像这个空的一场 它觉得是有问题的 就是一些潜在的缺陷 或者说不好的变成习惯 它都可以给你检测出来 有兴趣的同学 大家可以自己去 每一个的Item去看它 就经常你去改这些 会让你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 然后重构呢 也是经常常用的 这里和Eclipse的使用方式是一样的 这里有个Android Android呢里面的 比如说我的要下载更新的SDK 这里有Android SDK Manager 我要启动一个虚拟机 同样的以前的DDMS 也就是Android Monitor 你可以单独启动起来 这里当然这里有快速的一个工具栏 窗口都没什么说的 帮助文档在这里 快速的给大家过了一下 这个Android Studio的一些功能 那么下一节课 那么在下一节课中 我将教给大家 怎么去进行调试 它的调试 查看和Eclipse 有些什么区别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感谢大家